这套小凯,今天我们都在用。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举行的扩大总理纪念周上发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宣布新生活运动,开始两个月后下发指令通知各种书刊封面报纸提字、标语等概,不准用立体阴阳花色字体及外国文。 而于文中中国问题,更不得用犀利年号以众民族意识,1941年2月美国记者拍摄的坐镇重庆指挥抗战的蒋介石,蒋介石笔下的文字应该是抗战必胜建国必成,蒋介石的这个口语表明,他已经敏锐地觉察到在立体阴阳花色字体中存在这一种与他所主张的固有的民族意识,不相容的意志的东西, 以外国文,西历年号一样这种字体设计的方式,对民族意识构成了威胁,因此要通过行政命令来禁止这种字体,在出版物上的广办使用。 为此当时的汉文郑凯印书局,请高云成先生,书写郑凯常用字八千余,造了一幅凯书字体,当时造的字母估计早已灰飞烟灭,来看看高云成民国出版的小凯字帖,写得有版有远吧? 这可是193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出版的凯书教程,教程早已决版除了高书小凯之外,还出过高书大凯字帖。 与他人合编字学籍书法,一书等民国时期,他的作品《朱伯鲁之家格言》,被制成印刷品存在上,海风行一时他的凯书,以严谨端立的风格而广受欢迎。 被台湾和香港多家大型图书馆收藏至今仍作为标准字帖而一版再版,这是一张小凯残纸。 如果用收藏的眼光来看品相不佳,但是戏观词小凯书法,功力十分深厚从中文字体设计的角度来看汉文正凯是延续了的凯书传统。 从书法的角度看,事实上是明星时期的管隔体书写传统在印刷时代的一种延续。 论功夫呢不会比金人的书法功力差吧。 汉文正凯的书写者,高云成C.H.纳克,1872-1941年,又名高建标,南洋镇原仓前村,县龙虎村。 人著名这江肖山籍书法家,是三十年代中华书局旗下的铁学三大家之一。 又是当时上海密封化社的第一期社员,他书写了中国印刷业历史上第一套凯体签字。 基于他的凯体签字字母所整理制作的计算机凯体字库,集中反映了其小凯书法成就。 对近现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拥有深刻的传播学,与书学意义事实上。 在中国的历史上统治者,出于被书法的热爱而提倡某一位书法家的字体,历代不乏其人但是发文,推行某一种印刷字体,蒋介石可能是唯一一个,而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恐怕,就是蒋介石个人对于凯书的热爱。 正如我们在蒋介石众多的手记中所看到的那样,他本来就是一位正凯字体的书写者和爱好者蒋介石的自多以规矩显峻的正凯字体为主。 行书就已经很少见,更不用说草书,而1934年,他下发全国的那个指令,包括对接书体的爱好,蒋介石几乎坚持了一生资料来源网络。 请不吝点赞订阅。